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更加会损耗这样师父的能量会因为外闯的人 我做功德 我做我的功德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就是我们一些没有看过图腾也不知道掉下来的那些我们师兄的话 我们可以不在场外就想再滚固滚固一下自己的莲花也可以在外面祈求对吧 当然可以祈求了 当然可以祈求了 对不对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团拉面旗子上面说 不知莲花掉没掉下来 而自己掉下来的同修 在这里祈愿团 大家在聚在那里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这么搞了 个人搞吧 你不要弄得来 师父很累 对啊 对啊 那师父 那个那之前有说过这个拜师的时候不是种莲花吗 他会根据个人的就是进阶到地会种的莲花的那个层次也不一样 那是不是说晚修了一定时间之后的人再去拜师 他的莲花可能会有概率去那个种到更高那个层次上面去 送上去之后 然后莲花的大小就是他的德性了 这个跟师父就没关系了 师父把你们送上去之后 师父引进门 修心靠个人啊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 好了 哦 好的 好的